Hello 大家好 我是Ami 想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很久了 在网上经常会见到有些人 对于一些组出道的艺园明星评投品租 用尖酸刻薄的说话去批评他们年纪大了 哇 你看他老了多少 揭不住了 走样了 有时看到这些我觉得挺好笑的 即是我会想 人是会老的 为什么要拿这些必然会发生的自然现象去笑人 去批评人呢 讲这些话的人 讲到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人是不会老的 又或者他们不知道人是会老的 又甚至乎他们不知道自己都会老的 其实何苦要这样呢 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讲真 新老病死 我们每一个人自出世开始 每一天都在倒数着 我们是会老的 有幸的话 还会一天老过一天 越来越老 以前经常听到人说 你因着收尾了几年 在小时候听这句话 是觉得是骂人 遭人的 谁知道人大了 现在比较真些 才发现这句话 原来是最关怀你的人 对你说的一句最关心的说话 事实也是 我们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是自己最后的几年 虽然说到好像很灰 但都故意想一想 既然人是会老的 为什么我们不趁今天更年轻过明天 趁着还有心有力 好好为自己再老一点的时候做好准备 为自己好好地因着收尾的几年 今天这个分享 无论是初中的中铝 又甚至乎是高中的中铝 希望透过我这些心声和建议 令到大家都有所得着 让我们齐齐去做中铝的点范 讲到中铝要做好保养 最重要离不开就是吃下肚和做运动 但偏偏这两样东西 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难实浅得好 先说到食先 要养生有哪些应该吃 哪些要吃少一点 我想很多人都应该知道了 少油少盐 避开那些会引起三高的食物 那些什么痛风餐 再吃就会中风那些 就自己知自己是 小食为妙 戒糖吃少点糖 喝少点凍饰 这些都是大家都听很多的了 不过对于我这些 很少在家煮饭的人来说 的确是不容易做到的 不过在这里也想特别提一下戒糖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试过刻意去戒糖 但始终我经常出街吃 吃外卖 所以那时候我也有吃些食物 去帮忙抗糖 是真的 那段时间最明显的 就是看到整个人 除了没那么容易累之外 看上去整个人 是没那么黄的 情况是有点像我当年戒烟 一戒了烟 是整块面是没了一阵黄色的 在戒糖那一阵 真的连手手脚脚都会白正了 所以我知道糖 都是对身体有些东西的 都是小吃为妙 虽然在饮食方面 在这一刻我都还没做得很好 例如和朋友出街 我一样都会吃甜品 一样都会饮冻饮 只不过我出街吃东西 都尽量会选一些正路的餐厅 至少我不会光顾那些 你都没有信心 会给到正常材料理的地方 无论那些人说到多底 多好吃都好 我都是不会去的 我说过 我们塗上面的东西都那么紧张 要精挑细选 要选美的东西 甚至很多女士都愿意花很多钱 几千元的买一瓶精华来塗 试问这样 我们又怎会容许乱放些不知是什么东西入口呢 You are what you eat 吃下肚子才是保养之中最重要的一环 跟着第二样就是做运动 事先声明我是不喜欢做运动的 不过为了后来的几年 我都说服了自己 由现在开始都定时定刻去做运动 我想很多人去做运动都是因为减肥 但我又不是 我甚至觉得中女是要有少少肉地才好看的 所以我做运动的原意不是为了减肥 这里我又分享一下我做运动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希望我明天老了 我依然都有一个好的活动能力 行动灵活 手脚协调 还有最想要的就是在老了的时候 依然保持着有一个漂亮的posture 就是腰背腰直 走步路的姿势都要漂亮的 这样就最理想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 这些我都有咨询过 原来要达到我心目中的目标 再不是有空去跑步做一下瑜伽 拉一下筋就足够 现在是时候要开始 去加一些帮忙增加肌肉的运动 那又不要以为一听到增肌 就以为要练到很大一块肌肉那种 那些很难的 你知道吗 对于我们这些那么削的来说 真是未能做得到 但至少要知道 中女是时候需要做运动 去建立肌肉 去支撑起身体 那对脚和背脊 有些肌肉的话 腰酸背痛都少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 动一点就脚痛 走出来的人自然会更加强 走街购物都快人一步 人活到差不多 除了家庭幸福事业 有成子女孝顺之外 还有什么是最值得show off的呢 相比起名牌手袋 帽子和珠布首饰 我觉得去到中女这个阶段 最令人羡慕的就是有18岁的体质 即是头上还有很多头发 皮肤上面有满满的collagen 伸手敏捷 健步如飞 这些听起来都是 阿妈是女人的东西 但你试想一下 原来去到某个阶段 你见有一些人 真的想用头发抹太难 一些在年轻的时候 头好理所当然的东西 对于某些人 去到某个阶段开始 慢慢就会变得很奢侈 说到有头发有collagen想要保持得好 我会建议大家经常要为自己按摩 我自己就会整天 都整个头去到颗都会去按摩 整个头去到颗的按摩 经常密密按的话 血液循环好 头发和collagen 怎么都会比没有按摩的人多很多 这里有信带说一下 想头发保持得好 平时我们每天洗头 最少要洗两次 第一次是洗走头发上面的油脂污垢 第二次我会很仔细地洗干净头皮 顺便一边按摩头皮 重点是哪些位置是油脂分泌比较多 你就洗干净按摩多几下 有个干净的头皮 头发才会有一个好的环境去生得漂亮 还有我发现多些按摩头皮的这两侧 洗头又按多些 梳头又梳多几下 这些位置多些按摩 头皮会有弹性 连带额头、眉、眼皮肤都会提升 记住头皮和面是同一块皮 想老了头发都继续生得漂亮的话 有空就要按摩多些头皮了 讲开按摩就讲到眼部按摩 我们每晚用眼霜的时候 都可以跟着这个次序按摩 先按摩眼头精明穴 然后是眉头赞足穴 如果那天你对眼很累的话 这个位置多按多几下 是很舒服的 很爽的 然后就到眉中间的鱼腰 然后就到眉尾的 施足胸 然后到眼尾的童子疗 再到眼珠对落 眼肚这个位置成一 顺着这样围着眼的 这些穴位 轻轻地按摩 对于眼睛常常都会很累 又干又稠 看东西很萌 甚至是我们迟早都无法避免的 老花这些 你按多些穴位 按完 你会觉得看东西都清点 还有眉尾、眼尾这些穴位 按摩多些都可以帮助到放松眼周的筋膜 多些按这些位置 慢慢你就会发现眼皮都会紧致起 没那么短 对眼也有神点 之后就到颗 头和面和颗都是同一块皮 一样 每晚擦东西的时候 不要忘记都去按下我们耳朵前面这个筛线位 跟着耳朵后面这个位都要按下 到颗的这两条胸锁与突击都要按下 按摩多些条颗 只要条颗松一点 颗纹都少一点 连带的面都会紧致一点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血是要经过条颗 带到头和面的 所以按摩多些这些位置 血气循环好 头发和面都自然会漂亮 头痛都少一点 之后另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保持头脑清晰 我发现很多人带到这样 都开始不是很肯想事情 很多人都会是凭着旧时的经验 用习惯来过生活 日复日地去重复生活 吃开些什么就继续吃那些东西 去开哪里逛街就不烦 就只去那里 工作可能都做到滑了颜 一成不变 重复又重复 生活就好像定了形 是的 继续重复地生活得到 不过这些重复的生活 慢慢就会令到你更加不愿意去想事情 我们的脑最忌忌就是不用 不用得了 到你有一天想回想用 你会发现脑像生瘦那样 转数是真的会慢很多 只是钟女才 城西来厉格抑那 열� 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懒得想东西 要懂得独立思考 不是过着机械人的生活 人运亦云的才是最重要 这样翌日老了也没那么容易被人欺骗 不想吵架反应都慢过人 不想过多几年就记忆衰退老退化 我们平时就要多用脑 不到你不信的 转数这家东西真的会越转越快 所以我很赞成 无论你活到什么年纪都好 都要定期去学一下新东西 接触一下新事物 不要常常放一副老夜饭出来 什么都说知道什么都说懂 保持学习是运动你脑的最好方法 让脑可以继续运动 至于日常打麻将、打机、甚至看书 这些都是帮脑做运动的方法 总之要做一个有智慧的钟女 记得多些用脑 最后就是要一直保持美丽 做钟女都不要偷懒 要无时无刻都要表现出 当刻最佳状态的自己 我说的是 即使是普通平凡的打扮 只要是端庄整洁 加上有活力的谈吐举止 有自信 加上有精神醒目的脑袋 就是这样 走出来都会散发着一种令人舒服的感觉 在我心目中 最美丽的钟女就是这样 我说过 就算我翌日变成一个老婆婆 我仍然都想是一个有独立能力照顾自己 每天继续保持美丽 那头每天都是梳得漂亮、干干净净 到时趁一支美举掌去逛街去旅行 继续去探索这个世界好玩的东西 正如一开始说过 人是会变老、会有老花、会没有记性、会有白头发 小时候会有青春期 老了的时候就会有更年期 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当有一天这些状况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也不需要大惊小怪 我们这一代都算幸运了 现在越出越多不同的产品 可以帮我们延迟这些现象出现 甚至有很多湿皮纹、补品、化妆、护肤品 都可以帮我们变得越来越漂亮 我自己都期待会遇到很多好的产品 将来遇到好东西都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讲讲一下发现 其实中旅都不容易做 不过不要紧 如果我们不甘被年月洗策 就要在年月中蜕变 总之记住要善待自己 对自己好些 让我们一起随着年月步入人生不同的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都做好那个阶段的自己 我们一起做中旅的典范 一起优雅地老去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如果你有不同的心声和看法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题材 记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给你身边的钟女 订阅了我的朋友 记得按下小铃铛 迟些就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钟女心声 如果想看我们一些日常简单的分享 记得follow我IG和Facebook 那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